香香 我的外卖 点的是花椒麻婆饭 现在只有这个还有玉子烧 他送来了三个袋子 先起一张 香香又收到一个朋友的闪送 然后外面是明智的袋子 但是里面是有一点悬念吧 是好吃的 哇 还是冰的 它是整个是一套的 辣油 高汤 然后一大块粉丝和花椒 然后大家还准备了一个菜单 就很有仪式感了 这个再全部给大家横着切一道是吧 横着得切一道 这边 它这个是按照那个都已经写好了顺序的吧 粉丝 葱花 葱花还是葱三种 然后密制油 百八十天 割肉酱百八十天什么鬼 这个勤两类高汤又是什么 好了 那第一步是什么 等锅时把一二三倒入锅分开大火 一二三倒入锅中对吧 好 然后把这三种调料混合一 接下来我们把前面切好的军锅 我感觉好像有点厚 这个不知道要煮多久 你看这个 这么厚 煮一会儿吧 它应该不会就是粘锅里吧 不粘锅粘锅 好吧 好吧 尝尝 好像差不多可以了 我们把剩下最后的干货给放进去 为什么这么难 我要上手了 已经洗过了个手 把它先烧肺 然后出锅前的话要再大火 烧一下 我们等它煮沸吧 最后开大火烧一下 把它的香气给烧出 来 撒通花 撒通花 最后再把我们的快手 就是它中午送来的那个外卖 它是配饭的 然后我们把它外卖打一下就好了 赶紧开吃 现在开吃 好吃 我觉得自己在家烧的那个麻味 因为家的那个山椒多过 所以其实比它店里烧的还要重 嗯 给你们看看 它的滑油都好大够 一整片肥肥的 然后粉丝也是一整块 这个真的是自己煮粉丝都很好吃 我这个汤汁 等会儿留着一会儿在那 当个面上 这几样食材都是比较容易入味的 粉丝也超好吃的 特别软 一整块滑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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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的 本来想的是我以为它会配豆腐 但是没想到 只有干货没有豆腐 它这个花椒发的很好玩 每一口都是焦麻咸鲜 香葱和芝辣提味 太香了 它这个里面是那个 它有鸽子的那个肉末肉糜 就好香 好好吃 救命 虽然它贵是真的贵 但它好吃是真的好吃 怎么办 它怎么好吃 那母朋友们可以猜一下这个多少钱 那还有大母朋友们来猜猜这一份 麻婆 花椒 饭 多少钱 等下来晚饭 我现在我自己配了一个水 就是拿那个之前很有咖啡馆做的冷水煲 然后配上 NFC的果汁 然后再配上气泡水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柠檬 柠檬 那什么牌子来的 就是还蛮古等的那个 这个气泡 顶得好爽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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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吗 还不错 不够大声 好喝 还不错 我感觉我可以把这个饭吃完 你给我多一点玩 看一看 这一整份的话大概是够 两到三个人吃 两个人努力吃完一份 但是因为你配上了主食就还蛮饱的 但是即使就算很饱 我还是可以吃不下去 它的魅力吧 然后休息一下 我们一会吃个饭后甜品 还买了两块玉子烧 饭后甜点之一 我们现在吃玉子烧 其实蛮扎实的 虾的那个味道 海洋的那个味道 就是它虽然是中午到了 然后现在吃 还是湿润 然后你这样轻轻的捏 它是有那个沙沙的声音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一块玉子烧多少钱 来到弹幕上 今天收到了 那个明智带的里面中 就是1012糖管的出品 这个应该 现在应该就是 上海蛮多人都吃到过 然后也知道这个名字 他们家很有名的就是巴斯克 这个小河的圆的是 有脸味 一小块巴斯克 我就特别喜欢包巴斯克这种纸 这个打开的感觉 就特别 特别愉快 因为我是冻的 所以它应该会很扎实 那个时候拿回一下 就开始冻起来 给你们切一点看看 我就懒得把它 拔出来了 就到这里面切吧 咦 救命 好扎实 冻得太厉害了 看到没 下面这一块的话 就是榴莲肉 之前吃过它用的那个 第24榴莲嘛 就是榴莲味很重 你可以等到就是室温 稍微软化一点再吃 我先吃一个试试 我要吃有榴莲的这块 是榴莲筷子的味道 它这个是纯的榴莲肉 就你还能看到那个纤维 又不是那种榴莲果酱 我不是很爱榴莲果酱的时候 或者是喜欢吃榴莲肉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关注了不起的阿然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是想聊的 都可以在评论或者是弹幕里发给我们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